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好朋友 余美櫻櫻 現在走到公園 會經過一個足旗的亭 帶大家去看一下這個足旗的亭 來到足旗的亭 小時候我和爹地和弟弟足旗 當然不及他們來 常常就幻想自己是一個足旗的高手 可以打敗那些足認自己的人 有時輸了是調戲好不順的 看看其他人 有幾個旗是牆住的 原來是足旗的 原來是足旗的 幾個竹法和我們不同 不同的是牆住的 看看其他 好像不太喜歡我拍 眼神不太友善 眼神不太友善 好像不喜歡我拍 再來一個 看看有沒有認識的人 我們足道讓小時候 一會兒 還有每隔狗的 這樣眼神不太友善 我就走過去 殺了他們 落花流水 好了 我這些技術都沒有去獻草了 乖乖地走過去那邊 我們沿著一條小路 給大家看一下公園的風景 這裡有一棵很高的樹 這棵樹不是幾年可以撞到這樣的 他們還沒撞到 我來兩個人先撞到的 有一句古話是怎麼說的 一人就不進廟 兩人不關城 三人不報書 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人就沒有去寺廟裏 兩個人就沒有看過井 是不是說兩個人看井的時候 會被另外一個人撞下去 這個意思呢 三人就不報書 古話說得非常有道理的 我覺得所有古話都是有道理的 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這個美麗的風光呢 就是我們的屯門湖 不是不是 講錯了 這個屯門公園的人工湖 有很多小小 對面呢就有一個艇 那邊呢就有一個艇是可以唱歌 給一些空氣人士呢就申請可以表演的 那我們一陣要去到的就是一個小食亭 前面呢就那個擋住 擋住一條線那邊呢就是放旋仔區的 那我那次跟大家說過 做為了很多比賽呢 都在這裡進行的 那屯門公園呢 風景真是非常之靚 在這個市區有這麼大的一個公園 真是值得大家 過來看一下的 Hello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 袁美瑩 看看這個好大一貨樹 所以各位好朋友 記得有時間多點來屯門公園 看一下我們的風光 湖光山色 非常之靚的 非常之靚的 一幅好大的用樹 到地上 designing人義